在车祸受伤的手术中的是一个黄龙春先生 还有一位在治疗当中目前是一个郑春林先生 这一外事件是在8月当地时间8月11号 在湖区里面他们在园区里面在走的时候 就发生了河马的攻击 现场有一位旅客被咬伤了脚 有一位旅客被咬伤了头 这两位送到医院的时候 这咬伤头的旅客就死亡了 这在8月11号当地时间发生 那因为他们是8月12号的晚上 要前往到那罗比的机场 那前往到机场到了机场 又发现就航班取消 然后他们又航空公司又通知饭店 把他们再接回去 再回到这个园区的这个路程当中 又发生这次的车祸 那又就少部分人受轻伤 有两位叫重伤 那都送到医院去 就是分送不同的医院在处理当中 在车祸受伤的手术中的是一个 黄龙春先生 还有一位在治疗当中 目前是一个郑春林先生 那这两位上次稍微移动 其他的旅客目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其实他们都已经到达机场 全部都已经到达机场准备要登机了 然后飞机延误起飞以后 航空公司就通知那个hotel 那他们就派车来把这些旅客要送到 那个旅馆去稍作休息一下 因为他们这个班机原定是11点59分起飞 那已经很晚了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们送回旅馆 在送回旅馆的途中发生事情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